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1月3號 星期四 歡迎收看《每日要聞》 我是王曉翔 歐美震驚 全俄軍高層討論用戰術核武 美聯儲再度加息三馬 暗示以後減速加息 災難性預警 這一幕又重現中國 Tesla關閉中國首間門店 不妙訊號 幾位重榜領袖缺席金融峰會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紐約時報》11月2號報導 多位高階美國官員透露 俄羅斯高階將領最近曾經有對話 討論莫斯科要在何時 以及如何在烏克蘭使用戰術核武 升高華府及美國盟友的擔憂 報導說 相關對話情報在10月中旬左右 在美國政府內部流傳 普京未參與這些對話 這些對話是在俄羅斯日益升高的核言論 和戰場失利下進行 使拜登政府感到震驚 因為這樣顯示出俄軍將領 對於戰場上的失敗有多沮喪 並暗示普京威脅動用核武可能是認真的 不過美國官員透露 目前尚未看到任何證據 表明俄羅斯正將核武部署就位 或採取其他戰術措施來準備發動打擊 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阿比 他絕對此發表評論 但他說 這幾個月來 我們對這個可能性已經越加感到憂心 阿比表示 美國認真看待此事 會繼續揭進所能進行監測 不過阿比重申 華府未見到跡象顯示 俄國正準備動用核武 但他又說 美國的情報不一定看到或知道每件事 儘管莫斯科暗示連連 俄國駐美大使安托諾夫上星期強調 俄羅斯自始至終都未曾計劃在烏克蘭使用核武器 也沒有一位俄羅斯領導人說過可能使用核武器 美聯署星期三 宣布再度加息三馬 將聯邦基準利率升至3.75%至4%區間 美聯署還暗示 可能會繼續提高利率 但幅度可能較小 股市和債市在加息消息發出後快速上漲 隨後又再度下跌 如市場所料 這是美聯署連續第四次激進加息0.75% 至今年以來 美聯署已經連續六次加息 並且從6月開始 保持著1994年11月以來最大的單次加息幅度 不同的是 今次美聯署更明確表示 決定未來加息步伐時要考慮到加息的影響有滯後性 因為美國正處於40年來的最高通貨膨脹 今次美聯署加息幅度符合市場預期 而且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一致贊成加息75個基點 華爾街分析師密切關注美聯署的聲明 以及主席鮑威爾的新聞發布會 尋找美聯署是否會在12月議息會議上放換加息的信號 星期三聲明中新增的一段說話 引致股票和債券全線上漲 聲明說 為了判斷未來目標區間的上升步伐 委員會將會考慮到貨幣政策的累計緊縮 貨幣政策對經濟活動和通脹的滯後性 以及經濟和金融形勢變化 這是美聯署啟動激進加息75個基點以來首次承認 要考慮到加息對經濟和通脹的影響是滯後的 快速加息政策需要時間才能反映到經濟當中 市場對此解讀為 美聯署意識到為了抑制通脹而過度收緊貨幣政策 接下來將會適度放鬆政策 過去幾天市場一直在反彈 因為愈發擔憂對利率升高之後的長期影響 投資者普遍預期美聯署可能很快開始放鬆貨幣政策 一些官員已經開始發出信號 表示他們希望盡快放慢加息步伐 並有可能在明年初停止加息 然後再評估今年的政策舉措如何減換經濟 他們希望減少導致不必要的經濟急劇放換的風險 但也有其他官員表示 現在討論這些問題還為時過早 因為高通脹被證明是持久和廣泛的 巴威爾在星期三下午的新聞會上暗示 最早可能在12月放慢加息 在某個時候放慢加息速度將會適宜 但他又強調現在考慮暫停加息為時過早 控制通脹需要時間、決心和耐心 隨後美國三大股指全線下跌 隨著中國多地重啟公消社 11月又傳來重建國營大食堂的消息 住建部和民政部10月31日下發通知 要求各市區開展完整社區試點 其中包括配建社區食堂 兩年後全國推廣 有評論指出 公消社和國營大食堂是計劃經濟時代的標誌性事物 兩者同時降臨 讓人感覺將會重回物資跪伐和鬥爭時代 即在農村擴大公消合作社後 中共政府又要在城市小區建立國營大食堂等設施 中共國家駐建部、民政部10月31日印發通知 要求各市區選取三至五個社區 開展完整社區建設試點 兩年後全國推廣 根據通知 要試點完善社區服務設施 規劃建設社區綜合服務設施 幼兒院、托兒所、老年服務站、醫療服務站 每百戶居民擁有綜合服務設施 面積不低於30平方米 並配建便利店、菜店、食堂、油檢和快檢記帝服務設施 理髮店、洗衣店、藥店、維修店、家政服務網點等 便民商業服務設施 為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務 完整社區是指為民眾日常生活 提供基本服務和設施的生活單元 每個社區人口5000至12000 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務和管理 根據初步要求 具體有20項建設指標 《香港明報》11月2日報導 多項指標當中 社區食堂引起最多討論 《毛石日報》11月1日發表評論表示 當地近年不少街道、社區 紛紛辦起社區食堂 目的就是為了讓獨居、高齡、失能長者在家門口 就能吃上熱飯 《明報》提及 在剛剛結束的中共二十大上 中華全國公消合作總社理事會主任梁慧寧 晉升中央委員 外界關注公消社政治地位提升 公消總社是中共國務院下核的正部級單位 前任負責人並沒有中委身份 60歲的梁慧寧曾經長期在湖北任職 湖北近年積極重啟公消社 官方說其農村公消體系從業人員 五年間已經擴大了五倍 聯繫到目前全國各地湧現重啟公消社工作 令不少民眾產生回到計劃經濟時期的感想 擔憂政策導致改革開放、出現倒退情況 時事評論員劉銳少認為 視點是經濟收縮下物資調配、社區管理的應變方式 現在物資、民生供應鏈很可能出現地方性供應不足 官方必須防止因此出現危機、影響社會穩定 劉銳少還指出 中國現在的GDP結構當中 民營和外資佔可觀比例 不可能全面恢復計劃經濟 如此會打破改革成就、社會也不會接受 不過他也提醒,地方在執行過程中經常出現政策變形 要觀察未來是怎麼落實 是否出現不公及政治化氾濫 電動汽車巨頭Tesla近日關閉了中國首間旗艦展廳 北京橋覆草草地的體驗中心 知情人士表示,Tesla公司已經調整它在中國的銷售和服務策略 據《大紀元時報》報導 Tesla 星期三 向路透社證實 位於北京市中心高檔購物中心 橋覆草草地的Tesla體驗店已經關閉 原有門店服務功能已經轉到一公里外的萊福斯店 Tesla於2013年在中國的第一間體驗中心 落戶北京橋覆草草地 該店曾於2018年進行翻新並擴大經營面積 路透社今年9月報導說 由於疫情導致客流量大幅下降 Tesla開始考慮關閉位於北京等城市 豪華購物中心的部分門店 截至目前,Tesla在中國擁有242家門店 其中北京有17家門店 不過超過半數的Tesla中國門店 不提供維修或養護服務 而且多位於空間有限、租金高昂的地段 其中包括現已關閉的橋覆草草地Tesla門店 Tesla已經將它的Model 3和Model Y車型 在中國的起步價格下調了9% 扭轉了整個行業價格上漲的趨勢 目前有跡象顯示中國汽車市場需求有所放緩 11月2日,台風尼格持續迫近香港 天文台市隔50年再度在11月發布8日 《列風》劃報封信號 同日早上,香港金融管理局舉辦的 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在風雨中召開 港府金融管理局表示 峰會有250名來自超過100家機構的金融界人士出席 其中有40人是行政總裁或主席級數 包括摩根士丹利董事長James Gorman 瑞銀集團董事長Column Kelleher 高盛董事長David Solomon等 不過,在會議召開前一刻 缺席的重榜領袖名單仍在增加 繼早前已經表示不能來港的 花旗行政總裁范傑恩 黑石總裁兼營運總監Jonathan Gray 以及巴克萊集團行政總裁C.S.Vankatakrishnan之外 1日東方會理行政總裁Valerie Borsen 以及資本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阿牧爾 也先後宣布缺席 令不能出席會議的金融巨頭增至5人 佔與會重量級人物的大約1% 時政評論人士桑普律師對本台表示 金融巨頭缺席最大的主因 是美國國會議員發聲指 如果出席峰會等同默認香港還是金融中心 允許李家超合法忽視他已經被美國制裁 另外港府推行《國安法》動態清零政策 外資都已經撤離 資金在香港已經不安全 人也都不安全 特首李家超在開幕致詞時說 這是香港重返舞台的峰會 也標誌著香港的商業復償 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安德森預測中心經濟學家余偉紅教授表示 《國安法》實施後 香港已經並非那個很引以為傲的東方之珠 過去靠著英國所建立起來的一個法治的金融中心地位 正逐漸地喪失 港府舉辦的這些活動會議都要由北京說了算 難以取得港府所宣傳的效果 余偉紅認為 中國的經濟各方面早期的優勢 高成長的情勢已經不在 習近平第三任二十大之後 未來中國經濟的前景非常有問題 與中國與香港保持一些距離 可能是最明智的決定 同一時間與香港葬期的新加坡 金融科技節二號至四號舉行 主題為在波動和變化中建立彈性的商業模式 有850多名專家演講 來自110多個國家共2,000個組織參與 規模較香港更勝一籌 根據倫敦智庫的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指數 新加坡已經擠下香港 位居紐約、倫敦之後成為亞洲金融中心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告知四 sehe bored 我在地下 關於馬太太 要晘 拍攝 做到 傻井 請